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又對香港出招了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Facebook 和 Google 終於確認了 連接美國和香港的海底光纖電纜 現在就不連來香港了 改為連接台灣和菲律賓 到底會對香港構成什麼影響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事實上 這條海底電纜 其實早就已經起好了 不過臨門一腳差不多啟用的時候 到今年6月 美國司法部勒令聯邦通訊委員會 要否決這條海底電纜的啟用計劃 他們的官方解釋說 因為中國是有可能透過這條海底電纜 拿到美國人的個人資料 為了保障美國的安全 於是將這項計劃如意否決 後來司法部建議 將這條電纜 最好接駁到台灣和菲律賓 而 Google 亦從善如流 故此其實這條電纜已經啟用了 不過沒有接到來香港 實情這條海底光纖電纜 都相當之價勢堂 橫跨了整個太平洋 全場是12,800公里 而且流量還十分龐大 根據 Google 描述所說 這條電纜 原先的設計 就是可以准許 美國和香港的用戶之間 同時進行到 8,000萬個高清視像會議 當然 現在香港就是失落了這個機會 接駁到台灣和菲律賓 對於當地電子商貿的營商環境 當然就是會大為改善 實際上對於香港有沒有重大影響 如果純粹只是去查郵件 或者做一些很簡單的操作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的科技是日新月異的 也要用 Zoom 上貨 又或者用來開會 而且畫面要高清 甚至乎現在要4K 再遲些說要8K 沒理由還用回以前的科技 看著視像起格 開會的都沒有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美國淨網計劃 其中一環叫做潔淨電纜 就已經影響波及香港了 長遠來說 就是會對於香港的營商環境 構成負面的影響 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乃至會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就奇怪了 為何特區政府的廢官 沒有人出來就這件事說半句話 是不是覺得這條電纜 搏去台灣和菲律賓 不搏來香港就是好事 我不知道這些人想甚麼 沒有人說話 人家山場水遠 把那條海底電纜鋪到香港上岸 到最後那一刻才說不受你玩 把你排擠出去 但區政府竟然是無動於衷 美國司法部的這個決定 就在今年6月的時候作出 在同一個月 美國在香港還有另一件重大事件 就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位於壽神山的那塊宿舍地皮 是招標出手 即是美國暗示著 說他們的利益 慢慢就會撤出香港了 所以特朗普後來就不斷放手來動 包括動了香港 特區政府為甚麼看不到這件事 是離譜的 接著就再看看 關於大陸的弘芯事件 較早之前我們有說過 弘芯的資金鏈斷裂 恐怕會爛尾 原來大陸的媒體還查了出來 說這個弘芯有一部 全新未用過的光刻機 這部光刻機 就是從荷蘭那裡引入的 這部最厲害之處 就是在於 它是中國唯一一部 能夠生產得到 7納米芯片的光刻機 但現在這部的下落去了哪裡呢? 原來拿到銀行那裡抵押 作為借貸5億8千萬元人民幣的抵押品 哈哈哈哈 即是生產就搞不定了 而且全新未開封 現在就拿去截演 那就是浪費氣了 這些甚麼中國自主芯片夢 好了 之前這個武漢雲芯更好笑 就去大規模高身向台積電挖國 請了幾十人過去 有工程師等等 後來被人發現 原來這班人全部沒有用 因為這班人的街位本身太低 在台積電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接觸到那些機密文件 就算請了這班人回去武漢雲芯 其實都是要重新進行自主研發而已 沒有分別的 好了 現在美國對大陸進行了技術圍堵 那你連光刻機都給銀行抵押的時候 其實就再好難引入一些先進的光刻機 而且就算被你熟悉這部機都沒有用 根本上是不能拿去投產的 那些芯片 你只能夠自己在那裡玩玩一下 沒人知道就行 但是如果你拿去投產的話是不行 因為美國就說 你不能夠使用那些光刻機的技術 少少是含有美國的生產專利權 他都不給你用 因為這已經牽涉到知識產權的問題 可能榮森那班人都是這樣想的 反正放一部光刻機在那裡 都是沒有用的了 生了擔心 不如拿去銀行 抵押它好過吧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印度方面的消息 印度有很多東西 說得出就做得到的 首先來說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就說印度的國有煉油企業 在上個星期開始 已經停止了和中國有關聯的石油企業購買原油 包括了中海油 聯合石化和中石油等等 印度不再向這些中資石油企業 發送原油進口的招標文件 即是說人家不給你買了 真厲害 他真的不買 自然就是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海外 再加上現在這是好時機 因為石油不值錢 因為全球大流行的武費 令到全球都經濟下行 正好就是利用這個契機 不買大陸的原油 大陸的經濟就說上加商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 而在印度每日五百萬桶的煉油產能當中 他的國有企業佔了當中六成 所以絕對就不惹小 好了 現在中國又去了印度這個大客 無非就是拿來壞 那麼喜歡玩完 什麼狼牙棒 如果當初不是搞這些事的時候 其實印度總理莫迪 他就沒有那麼多藉口去推動他所謂的印度製造計劃 當時他正好利用著中印邊境衝突提供給他的大好機會 他就將他自己的想一直倡議的計劃全部推行 配合民間的情緒 所以大陸簡直是按据到極點 當然莫迪的野生就不局限於石油企業 現在大陸的科技企業也是受到波及的 本來中國的低階智能手機 在印度賣得好地地 佔了整個市場七成以上 當時人家說要罷買中國貨 人家的民族主義就不同大陸那一隻 大陸那一隻叫罷買什麼貨 到最後都是無疾而終不了了之 但印度人的堅持真的不能夠看小 在過去兩個月 大陸那些智能手機品牌在印度的市場佔有率 就是大幅下跌 差不多就被三星迎頭趕上了 所以 我不知誰落命令搞什麼狼牙棒 卻之這棒的機會成本大到不得了 到現在還在發揮作用 而莫迪無端撿到好丑 他當然不會輕易放棄 一直以來他很想提振印度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 不斷向外界招手 奈何呢 當初沒什麼人理他 好了 現在配合美國特朗普和蓬佩奧 不斷出手 他又出手 所以 總之 有一些科技企業 包括蘋果在內 都是落達的 都是肯搬遷到印度的生產線 這樣也未止 根據報道所說 印度開始慢慢地拆除 華為和中興等等的中國供應商設備 你說是否拿來搞呢 實際上印度的潛在市場很龐大 從手機服務商來說 印度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市場 僅似於中國 有8億5千萬的用戶 所以 只做這班人的生意 已經肥到襪子都穿不到 好了 現在沒得搞了 華為的設備 別人不用了 中興的設備 別人不用了 當然 別人沒有特意把這個想法說出來 根據報道所說 以免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回應 只不過 別人不用就是不用了 即是等同於法國總統馬克龍一樣 他就說不是特別要針對中國或華為 不是要排除華為的 只不過 他的客觀效果就是排除了華為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